当我发现我确诊的时候 我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工作的关系 接触的人比较多 担心的话是有一点小担心 因为本身有哮喘病 当我确诊的时候 卫生部其实有让我选择 在居家隔离或者到医院隔离 但是本身觉得自己的情况并不严重 稍微有点发烧 喉咙痛 然后整身酸痛 所以我就选择居家隔离 医院我相信就留给那些重症的人去 居家隔离的话 我反而会觉得更自在 其实我家里还有我太太两个孩子 他们也打了疫苗 所以就不大担心 我们也做足了防范措施 只要接触到我的东西 就是马上洗手消毒 每天当然都会量体温 还有量那个抑制器 一天大概是量三次 到了第十天 我就其实已经康复了 而且检测也成阴性 身体的状况 其实跟以前也没有什么两样 我相信是因为我接种了疫苗 所以我的病情没那么重 所以我鼓励那些没有打疫苗的人 赶快去打疫苗 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遵守防疫措施 戴好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保护好自己就等于保护好家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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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